为了营造关怀所谓互助的幸福社区 零喉湖南社区发展协会 透过菜笔坝的项目 让婆婆妈妈们参加由卫福部所举办的一项社区旗舰行的计划 好让大家都可以从中分享种植蔬果的经验 来增进彼此相互学习的好处 为营造关怀互助的幸福社区 湖南社区发展协会参加卫福部的福利化社区旗舰行计划 并带领中青社区以联合社区方式 在社区内推动菜笔坝项目 运用可食地景资源 让社区洋溢温馨与幸福 我们的旗舰计划里面有一个菜笔坝 希望说能够把我们整个社区的一些会员 还有我们礼的一些礼民 能够也带动来这边参观 来这边看一些婆婆妈妈 她们是怎么来种菜的 陈坤亮理事长表示 菜笔坝是让社区的婆婆妈妈们 分享种植蔬果的经验 在社区间彼此相互学习经验分享协力与结盟 也让社区工作成效获得显著提升 婆婆妈妈种了也可以提供很多的弱势家庭 或者是想要来学习种菜的 或者是我们有一些像像我们的老人共餐类的 或者是社区大楼里面有一些老人家想要自己来做菜 那我们这边的菜也可以提供给这些婆婆妈妈 陈坤亮指出可食地井中所种植的蔬果收成后 除了提供社区老人共三外也会帮助地方弱势家庭 学习成员们相互品尝都可以 就是希望大家都能快乐共同分享这份喜悦 记者胡萱领口采访报道